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王岐山上任满月 外事角色越显重要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上任到今天满一个月 会见外国党政人士的活动不断 新华社报道 王岐山今天在北京中南海 会见越共中央经济部长阮文平率领的 越共代表团 今天帅团会见王岐山的越共中央经济部长阮文平 拥有越共政治局委员身份 并兼任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属于中共定义的社会主义兄弟党要员 但已无党职的王岐山仍出面会见 似乎说明王岐山的外事角色越发重要 王岐山在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过后 卸下所有党职 但今年3月17日在无以党职下 以中共普通党员身份被推险为中国国家副主席 在一些官方活动的报道中 王岐山经常与中共七名政治局常委并列 且排在政治局委员之前角色引人侧目 根据公开资讯 王岐山就任国家副主席后一个月来 先后会见菲律宾外交部长凯耶塔诺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并曾出席欢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晚宴 对象涵盖各国党政要员 新加坡联合早报先前报道 王岐山频频在外市场和现身 代表他已经从幕后反腐打虎角色 华丽转身走向前台 投入更聚焦的外交事务 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 日本经济新闻更指 近来一连串的中国高官相继访问日本 以恢复交流及改善关系是来自王岐山的指令 以上是粒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听